大家好我是唐粒 今天来做一个味道特别好吃 奶香中透着红枣特别香气的枣泥小点心 这款好吃的小点心 外皮特别的松软 而且做法非常的简单随意 先将90克黄油隔热水融化 一只全蛋和一只蛋黄 加入40克白砂糖 将它混合均匀 再倒入90克融化的黄油 一起搅拌至白糖充分溶解 200克普通中筋或者低筋面粉 3克泡打粉 20克奶粉 1克食盐 和不超过2克的香草精华 用刮板翻拌 直到成为一个偏软的面团 由于面粉的吸水程度不一样 你可以分两次将200克面粉 缓缓加入 直到没有干面粉 直到没有干面粉 软硬程度 就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用手将面盆清理干净 覆盖 让面团放松 利用放松的时间 我们来准备枣芋 我用的是在中东超市买的现成的 椰枣的枣芋 150克加入10克食用油 反复抓捏 让它们充分混合 防止粘手 你也可以用中国的干红枣 自己来制作枣芋 300克 开水浸泡半小时 上笼大火蒸20分钟 去糊后用刮铲 碾成枣泥 加入30克黄油 一起搅拌 或者将蒸熟的红枣去糊后 加入少许的清水 用果汁鸡 打成泥 用50克黄油小火 慢慢炒成团 自己做成枣泥线 松弛过的面团不要揉 从中间切开 落在一起 反复的叠压3-4次就可以了 将面团分成两部分 压成这样的长条 厚度大约在一公分以内就可以了 也可以用擀面杖帮助找一下平 不超过150克的枣泥线 同样分成均等的两份 取出一份枣泥线 搓成跟面皮一样长的条 然后用长条形的面皮 将枣泥线包裹起来 面皮的边缘压的薄一些 包法完全随意 只要不要露出枣泥线就可以了 把长条搓得粗细均匀 如果面皮有裂开的地方 用手把它捏合起来就可以 这款小点心不需要任何模具 像这样稍微压扁一下 取一只叉子 在上面按上花纹 边按边压薄 大约一公分的厚度就可以了 边缘如果有小的裂口没有关系 然后按照你的喜好 切成大小均等的小块 再稍微的整理一下 第二块面团 同样像这样 将枣泥线搓成长条包起来 这时候打开烤箱 200摄氏度提前预热5-8分钟 烤盘铺烘焙纸 将做好的小面胚均匀的摆在烤盘上 最后还可以用叉子再补充一下花纹 放入预热好的烤箱 中层上下火 200摄氏度 10分钟就烤好了 厨房里已经充满了浓浓的奶香味 自然冷却后 撒上糖霜 这款奶香味的枣泥小点心 外皮特别的松软 咬一口浓浓的奶香 合着枣泥馅特别的味道 非常的好吃 而且软硬湿中的枣泥馅 嚼起来还有妞妞的口感 你也可以将枣泥馅 换成你喜欢的豆沙馅 或者是黑芝麻馅 都非常好吃 关键是做法特别的简单随意 无需打发蛋液 也不需要长时间的醒面发面 新手也能一次成功 从开始准备到出炉 超不过40分钟 就可以吃上香喷喷的现烤小点心了 喜欢就赶紧试试吧 我是唐莉儿 如果喜欢我的食谱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支持 让我们下期再见